透露一个过去郭县有跟我讲过的 实际上你看他过去六七年经常说的 直播里面经常说的 老领导老领导李克强就是其中一个 哦原来是他呀 我跟你讲很多人 当时就猜其他的人 但是我真的是没想到 老领导之一就是李克强啊 对老领导之一就是李克强 那你就想想 郭县跟他之间的渊源交流 然后李克强总理 对爆料革命对民主法治的向往 实际上他是有很大的这个理想 但是很可惜 现在也有这个出栏心的这个趋势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想着这个李克强总理去世了 但是他过去不敢做也不能做的 这个把中国 他所有的有关于把想法中国 带往民主法治 这个这么一个方向 这么一个理想 就我们新中国联邦来去实现 来去坚持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再来说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